大家好,我是阿胖 现在的天气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尤其是对小朋友来说 很容易感冒咳嗽 所以大人们常用梨和萝卜 来给他们熬水喝 这样可以润肺通气 今天我就把萝卜水的正确做法 分享给大家 保证这样做出来又营养 孩子们也爱喝,一起来看看吧 今天我准备了两个黄花梨 和一根小一点的白萝卜 梨皮用清水洗过后 加入食用盐 给它使劲搓洗干净 因为梨皮很营养 拉肚子时吃梨皮可以止歇 所以梨皮千万不要扔哦 下面把萝卜也洗干净 萝卜皮的营养 大家都知道 我就不再啰嗦了 就是选萝卜时 我们要选这样的白萝卜 因为白萝卜对肺部比较好 冬季一干燥咳嗽 我们应该多吃一点白萝卜 因为白萝卜入肺筋 用盐洗干净后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最后把表面冲洗干净 然后放入大碗中 先把表面水分晾干 下面再准备一只小碗 加入三块陈皮 再加入清水 没有陈皮也可以不加 加了更营养更好喝 先把陈皮表面清洗干净 然后控水捞出放在一边 下面把梨先对半切开 再平均分成四半 然后再去掉 口感不好也没有营养的梨盒 最后把梨再对半切开一下 然后把它切成小薄片 因为切成薄片 口感粗糙的梨皮煮熟后 就吃不出来了 然后把它直接放入到煮锅中 我们再接着处理白萝卜 先把萝卜的头和尾去下来 然后对半切开 再对半切开 同样把萝卜也是切成小薄片 因为有很多小朋友 不喜欢萝卜的辛辣味 所以切成薄片 可以减少这个味道 萝卜切好 同样放到煮锅里 再放入洗干净的陈皮 然后加入和食材持平的清水 或者是多加一点水 都是没有关系的 再盖上盖子 先大火烧开 大火烧开后 再由大火转成中火 煮上20分钟 20分钟后 可以看到汤水已经变成了黄色 而且梨和萝卜的清香味也出来了 同时梨和萝卜的营养 也已经跑到汤汁里面了 这个时候再根据个人喜欢甜的程度 香里面加入一点冰糖 然后盖上盖子 再用小火煮10分钟 让冰糖融化 哇 10分钟后 香气变得更香甜了 满屋都是萝卜梨和陈皮的味道 真的是太香了 然后把它盛入到小碗里 端上桌 家里的大人孩子 男女老少都可以喝 一人一碗特别好喝 而且连水带果肉 一块喝更好哦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煮萝卜梨水的做法 这样做出来梨水香甜 还没有萝卜充鼻的辛辣味 小朋友也能够接受 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是阿胖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